嗨 家人 導演T.O 各位親愛的朋友 我們都有上學的經驗 這件事情呢 世界各國的經驗是不一樣的 那今天我一定要跟一個人PK一下 那麼愛麗克斯批評 《目光》這本書很爛 句解題最好 今天要上報了 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愛麗克斯呢 他一定沒有好好的看這個書 他只看電影 看電影不準 但是很多人罵他 可是我是支持他的 因為他裡面有兩句話 我覺得講得非常的中肯 因為我是一個目光之城的熱愛者 熱愛者 我是書 書 書 電影我覺得 沒有到爛 沒有講 我要被罵 沒有到爛 但是你知道書的那個想像的那個 電影是拍不出來的 對 我知道 那為什麼我說我支持愛麗克斯兩句話 就是說他講得非常的對 這是一本讓 十三歲到十六歲的少女看的 OK 你知道我就是在講你呢 對 How did you know 我告訴你 我不知道你這麼狗腿耶 對 我下次應該就講說 這是給余美看的 對不起 我不要講得這麼毛腿 那是哪一國 遲到六次就要被退學了 我們七點開始上課 等一下 幾點 七點到三 上課 還是到學校 到學校 七點以後就關門嘛 不讓你進去 如果是你就是被 學生被發現就是爬槍 那個進去的話 就是要回家跟媽媽爸爸 一起來認座 然後就寫就是證明一本書 對啊 然後那有一個是比較嚴重的 如果是你吃到好幾次的話 就是要剪另外一本書 黑色的 學生最棒的那個書 然後那個書 如果你剪六次就可以退學 那通常上學 幾歲開始上學就要穿絲襪 那個絲襪 那個很討厭 這是總 穿絲襪 對啊 什麼意思穿絲襪 不是 那個是學校的一個 亂的規定 就是這個 我沒有這個照片 但是我們星期一 總過中開始到高中 星期一不能裝那個白色的襪子 女生要裝飾襪 然後男女都要戴靈帶 而且君子不可以 就是超過膝蓋的 四個手指這樣 不能短於膝蓋 不能太短就對了 對 OK 那所以像馬之達這樣是不行的 馬之達站在這裡 不行 學快學生 馬之達你要站出來 她是比較像某一種片子會看到的 你應該在這個後面 不可以超過膝蓋的四個 手指頭 四個 她知道是膝蓋以上四個 你根本就超過了 其實我們校服也是一樣的 那你為什麼 就是要看怎樣來變通 你知道嗎 如果老師要過來就這樣子嘛 然後把手指就 就折 然後男人又過來 OK 就過去 對啊 這是高中的女子高校 那男生帥的男生來的時候 就是拉到上面 對 直接帥的直接 帥的男生來拉到這裡 愛德華來 這樣子 像我們國中的時候的話 男生一定是T 就像光頭一樣 平頭 好醜喔 很醜很醜 然後最 比如說像 像Alex Alex 如果你看 你想像一下他是禿頭的 光頭 不要說禿頭 我已經禿頭了 我已經禿頭了 你應該講這麼敏感的事情 應該跟全國講嗎 對不起 對 就是變成 我想應該有很多人 詛咒你禿頭 有 現在要 現在全國目光之城的 Fan叫我禿頭 我們請中國大陸代表 對進場 好不好 好 蔡妍 這什麼啊 這他們的中學的制服 中學的制服 這是小學的校規 我們小學的那個 入少先隊員 然後就要有這個 少先隊 一定要早上起來要帶 然後見到老師 老師早 這樣子敬禮 對 你敬到老師 你敬禮 你敬禮 沒有 早上起來就是一定要帶這個 有人會檢查 你入少先隊 然後一定帶 少先隊 少先隊員 少年先鋒 對 然後中學是入團 然後大學或上班是入黨 入黨 對 然後你早上起來都會帶這個 然後有老師檢查 然後早上起來見到老師 老師早 就這樣子敬禮 這不是公司級嗎 敬禮啊 敬禮 敬禮不是要在這裡 沒有 那個是軍禮 就是這樣子敬少先隊員 要敬這種禮 對 然後早上起來升旗 那我們都會衝著國旗 這樣敬禮 可是我這樣的時候很想說 咕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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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要砍人才可以對不對 對 然後這樣敬禮 然後這是小學的 小學我們還有一個校規 就是要帶三袋 就是小學一定要有要檢查 就是水杯 然後一個手帕 然後還有一個麻布 還有一個是我自己做功課 一個很瞎的校規 就是大學啦 就是示範大學的 就是說她 在哪兒這學校在哪兒 重慶的一所示範大學 重慶的校規 對 然後她是女學生啦 不允許當三陪 然後男學生就不能 規定學生如果當二奶或發生一夜情 一律開除 對 這還蠻受爭議啦 男生不能當二爺 女生不能當二奶 男生不能當二爺 不能當小狼狗啦 對不對 一夜情要被開除 那樣子 對 那學校有話說了 這個是根據學校管理學生形象而規定的 這樣子OK 如果有學生被桌間在床 那留下案底的話 不但要吃上官司 連書都沒得念了 對 這就是重慶的意思 就是他們特別的校規 大學的 因為現在比較開放 這2005年才開始訂的 對 OK 還好明天要重慶 是 蛤 你是這麼想一夜情 他是想當二奶 對 對 這個話就多了 就回去老公就要問了 你本來心象多好啊 不是 你就多了一句 真的不需要 沒有你念到這個學校 大家都誤認為你們的學校風氣不好 我是這個意思 那這樣子他們將來出國留學 肯定是跟不上時代的 說一下留學你們高中還是處男 是不是會被笑 這很奇怪 我這樣問很怪嗎 我這樣問很怪嗎 不會啊 不會 真的不會啊 以前 沒有我們上的那個高中的話 其實在美國的話 基本上所有的那種 我們講說是講到性教育 什麼的都是在初中的時候就會有 在高中的時候基本上也不會有那個 大家在講的時候只有同學底下會講而已 對不對 你不要幫我來 那英國的校長怎麼那麼愛講話 那就是一個禮拜一次 就是沒有電視 我們的教室是沒有電視 可是他就會恐怖 他會講話 只要你請到那個咚咚咚 小張要講話 就譬如說你要上起來 不管你在幹嘛 可是他在大便耶 你這樣會怎樣 他在廁所大便耶 我們知道那個時間 什麼時間 每個禮拜一的什麼時間會開始 所以那個鏡子其實上誰說 你鏡子在外面包來包機 你整個什麼都停掉 進到校長這樣就起來 在教室站 對 所以他會講的譬如說 這個禮拜的新聞有播什麼 有什麼重要啊 跟我們國家有問題 跟別人 就是大概會講 跟我們交易有關係 這樣一樣要放國歌 國歌以後你就是 才可以坐上去 唱英國的國歌 對 所以可能我們就是最大的差別 就是這個 可是其實家的 要穿什麼 要做什麼 都沒有限制 你可以唱兩句英國國歌 我們聽聽看嗎 不要 好 好壞 你最久就長好 問一下Kim好了好不好 1973年以前 不可以穿牛仔褲 對 雖然大家你 真的啊 美國是滿開放的 這個也是有一點透露我的年齡 比你大 1973 不行穿牛仔褲到學校 1973年前 1973 事實上那個時候 我小的時候 女孩子都穿唇子 對 到我差不多五年級之後 不過有一段時間 確實她不允許你穿牛仔褲 不過我姐姐她很喜歡穿時髦 所以我媽媽很嚴 就算那個指令是解決了 她還是不允許我們穿 所以我姐姐跟我們離開家 一直說我媽媽都會看 然後都好啊 我姐姐會把牛仔褲放在車褲裡面 去穿啊 那有一次很巧啊 我姐姐很喜歡體育 然後她做了一個Card wheel 對 Card wheel你的腿會拉肌肉 會拉斷 拉傷了 對 拉傷了 結果拉傷了 學校的護士一定會通知你家長來接 對 結果我媽媽來 媽媽會揍我啊 來 什麼 臉長也變成一種優點 耳朵的三公級 三公分 很幸福了 我們以前是耳上一公分 可是妳臉小啊 我臉很長啊 所以很吃虧 因為頭髮到這邊 然後瀏海就是 這請我要跟妳握手一下 妳是第一個說我臉小的 老人脫光光的人是驚驚 她的那個 那個叫小鳥 都漏光了 老鳥 那妳會不會尷尬 妳十五歲嘛 一個男生進來 妳會 那我問妳老先生 老先生那妳的毛 老了也會變白的嗎 也會 那有一次很巧啊 我姐姐很喜歡體育 然後她做了一個Card wheel 對 她以為妳的腿很會拉肌肉 會拉斷 拉傷了 對 拉傷了 結果拉傷了 學校的護士一定會通知妳家長來接 對 結果我媽媽來啊 那個護士看我媽媽的表情說 欸 沒怎麼樣還好啊 其實我媽是很氣 因為看我姐姐穿牛仔褲 穿牛仔褲 她不受傷不重要 她在受傷 她違反規定穿牛仔褲 那妳姐姐為什麼不換呢 已經拉傷了 沒有 拉傷了醫生說妳幹嘛 我媽媽要來了 妳要脫牛仔褲 妳要脫 媽媽會揍我 那就是還有一個 就是西方人是對 遲到嘛 嚴格 我們會有一個鈴香 鈴香香香了之後 30秒之內 妳不進校妳就算是遲到了 那我自己小時候很愛賴床 所以我常常遲到 遲到是怎麼樣 就是 超過三次妳就要去 我們那會兒有一個 Attendance Office 妳要到那邊去寫一篇文章 那他們那個文章已經 我把這個翻成中文 因為我以前抄這個 常常寫 妳不用寫 妳就是抄就對了 它有範本就對了 她已經記得了 你在頭腦裡了 妳第一次遲到三遍 第二次六 第三次九 第四十二 我記得好像 我是金石紀錄的 不過那個大概的味道都是這樣 遲到不好 為什麼遲到不好 遲到會影響其他的同學 也破壞個人的形象跟風格 遲到這個壞習慣會 使人無法進步 只能繼續墮落 各級學校 妳需要這個範本嗎 本節目提供好不好 你們學校有愛遲到的學生嗎 給他抄好不好 那個會抄到手很痠 待會兒我沒有講 那問一下Eva 波蘭不用穿制服嗎 波蘭不用穿制服嗎 波蘭不用穿制服 然後我們最近法律規定是 如果這邊學校要轉制服是OK的 可是這個該要看學校 是學長決定要不要 可是我們的制服沒有 還那麼醜 沒有OK 可以 還好醜 沒有我說妳的制服 沒有妳很醜好不好 沒有 我們都是 北姓的 北姓類似的 然後各個學校都有自己的 這個制服 感覺這個學校 完全不一樣 這個是一個 這個蠻醜的啊 這個真的很醜 很醜 真的很醜 可是這個感覺是 荒野協會辦的學校 難怪不穿 沒有 然後這個真的是 這是假裝 背心 我覺得一個背心可以啦 有一個說我們是 同一個學校就好了 都是背心 然後 每個學校的制服 很喜歡背心喔 全部都是背心 都是背心 衣服 衣服 裙子 褲子 我們完全沒有 可是這樣的話 我們每天早上起來 第一個想到了 我們今天要穿什麼 要穿什麼 因為我會在那邊 有困擾對不對 不用想來 那妳要不要看一下 小米的制服 不要 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 小米不要 妳知道嗎 新出名上我們的節目也是 完全要靠娘家支持的 因為她特地打電話回韓國 請她媽媽用那個快遞 她的制服 她的高中制服 媽媽還幫她留著 對 可是這個是 這是我讀中學的時候的制服 不錯喔 對 這個很漂亮 我以為是我媽媽會寄給我這個 結果這個已經 這個很好耶 對 這麼像最近的Fashion的東西啊 對 那妳今天這套是什麼 這件是高中的夏天的就是 站起來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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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再穿 還好啦 對 就是這一件 就是上面跟下面有點不配 這一件我很不喜歡 因為這個有一點太舊了 所以白色已經變得有一點 可愛的灰色 它原來是白的 灰灰的 對 就變灰的 然後這件裙子我覺得 因為這個顏色真的 實在真的有一點 這叫卡金色啊 對 所以我們很不喜歡 穿這個制服 而且覺得太長對不對 對 太長 所以我們就是 下課之後把頭髮 裙子這樣捲起來 我們兩個也要 我們買一件 所以比較 OK 妳可以捲多短 對 大概捲到這邊吧 對 可是妳捲到這邊 就是這邊旁邊對不對 會啊 這寬寬的啊 對 沒關係 它可以遮住啊 沒有 那妳太不懂 我們以前也捲啊 那是因為我們以前的 中學師傅都有皮帶 對 所以就用皮帶再勒 對 那妳們最討厭的髮禁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是只能 到耳朵的上公分 很幸福了 我們以前是耳上一公分 可是妳臉小啊 我臉很長啊 所以很吃虧 因為頭髮到這邊 然後瀏海就是 對不起 我要跟妳握手一下 妳是第一個說我臉小嗎 對 所以我們就是只能 就是一定要那個 不能瀏海 然後一定要帶個髮褲 或者是髮夾這樣 夾起來 然後反正是這件 天哪妳臉那麼長 然後還要再夾起來 然後再耳下三分 那時候都沒有一個男朋友 喔 OK 好 在看完各國美女制服後 是否讓妳一由未盡 現在就和菲媽 一起來練習特殊的大作課囉 先動腳尖 對 然後再舉 跨 發財 動 然後是深呼吸 然後妳的精神就專注在妳在走路 就不要再想其他事情 就是動 動 舉 跨 才 這是一直想這四個字 對 然後如果你慢慢慢慢慢慢 熟悉了之後 慢慢熟悉了之後 妳只要走四天就到收狗了 真的 妳都已經 媽 我要去收狗 想要打哈欠了 然後如果你慢慢習慣了之後 妳就不會再注意在 這四個動作了 妳就變成妳要注意妳的呼吸 然後呼吸一直打哈欠 對啊 可是這堂課其實有讓我一個朋友 他是那種 算是 即興 他做什麼東西都很即 吃飯也很即 講話也很即 即興子 對 即興子 然後他講話的時候 幾乎我們都聽不懂 有點像Sandra 對 Sandra Sandra 你最需要 你最需要 Sandra Sandra 後來呢 後來呢 他就去打坐 就是這樣子 然後回來他變得就是慢性 然後他就 我們講話的時候 這樣講 他就說 不要這樣講 太快了 你慢慢講 你慢慢吃 然後他就 我們就想說 哇 這堂課這麼的有效 有效 你有機會 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 可是你聽不聽我說話 你真的聽不懂耶 十天 十天 怎樣 就回復正常了 要笑十天 要笑十天 所以要繼續 好 謝謝 休息是要繼續的 感謝菲媽啦 現在 我們就來上拼圖課吧 那最無聊是拼圖課 你們有上過拼圖課 什麼拼圖課 真的就拼圖啊 這要課嗎 對啊 我們就 那還要人家教你嗎 是老師通膽嗎 中學的時候 對啊 也有老師啊 有老師 你看你們的怎樣 可是他那個 他那個降深呼吸 會帶動一個循環 所以我一直打哈欠 我們那個上課就是 因為我很期待 想說 因為這個課程 沒有什麼作業 要動腦什麼之類的 就想說可以跟朋友聊天 會很開心嗎 然後就很期待 選擇了這個課程 進去了之後 我就發現大家 不能講話 好沈默 一片平靜 沒有任何人講話 就連呼吸的聲音 我好像都聽得到那個樣子 那樣子 然後圖就拿出來了 大家就默默地 在那邊拼一拼一拼 我就看看左邊 拼一拼 看看右邊 拼一拼 好無聊 好無聊 然後就是說 你現在講的都好無聊 非常的無聊 這絕對先後悔 不過沒有辦法 一定要把它修完 然後老師還會給你 那個留課程 我拼兩百圖 我已經拼不下去了 帶回去給我表姐拼完 帶回來 然後期末 我們叫做期末 我算是考試 期末作業 2000 piece 頭快炸掉了 帶回去 所以考試是怎樣 就給你2000 piece 然後要拼完 要很快就要拼完嗎 是有時間限制嗎 就是要把它拼完 Go 邊邊邊邊 這角落 可是這樣幾個課程 它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老師是說 那個訓練耐性 可以就是做 打坐 打坐的蠻類似 就是說你要有耐心 慢慢地拼 因為年輕人心服氣躁 所以這些課程 其實都是為了讓他能夠 安靜下來 對不對 那如果你想要 還有一種是動態的 把他的那個心服氣躁發洩掉 就是一直抖床單 一直抖床單 你們的課就是這樣 對不對 我那時候上市 你自己可以選修課 那我上的是旅遊服務 那我們有一堂課 就是實際操作 那就是去一個那個 像賓館一樣的房間 然後有兩張床 然後就白床單枕頭套 讓你這樣子不停地抖 那就看你的動作 那個床單你要先割手抓起來 這樣子用力抖下去 看這一下能不能整個都補好 對 然後它有限制時間 然後看你的鋪得漂不漂亮 然後大家這堂課 就這樣子抖抖抖 這樣子抖床單 然後就有一個同學 就是抖到 就是太多人 因為兩張床 一個班的同學 都要抖這兩張床 那個同學就是 有點想說有點累 不曉得昨天晚上去幹嘛 就是有點要睡覺 他要偷偷地躲在那個床底下睡著了 那我們都下課了 我們都走了 這個學生我們完全不知道 他在床底下 結果呢我們後來上課 就想說他去翹課 到了下午 不知道第幾堂課 然後就被老師發現 因為那是不在同一棟教學樓 然後他差點被悶死 因為是夏天 然後冷氣都關掉 人家把門都關起來 對 因為一堂課差點被悶死 因為你在台灣 讀過小學對不對 有到小學二年級 因為我到美國 我完全不會英文嘛 剛搬過去的時候 我就馬上被留級一年 所以我就是重複了小學二年級 可是我在台灣的話 小學二年級加減乘 好像除法也都會了 可是到那邊的時候 四年級才開始 對 在那邊二年級是什麼 什麼樣的功課 圈十個香蕉 什麼早三個蘋果 這樣 然後我就拿到課本這樣 馬上就圈完 遞進去了 老師就說 天才啊 跟我們來說 完全都已經學了 然後你數學就去上天才班了 對 然後英文就是留學 英文就留學 因為天才不會講英文 那問一下 Kim 聽說你上一個課程是 大老人的裸體化 對 對 怎麼那麼可憐啊 跟被大老人怎麼喜歡 老人好可憐喔 我 我 不是一個好學生 基本上 我成績都C 就加一兵丁 我是加一兵C 就對了 就一般平常 但是我有兩個 一個是語言跟藝術這兩個 我比較喜歡 然後就是我發現那個藝術課的老師 是非常開放 他會帶我們出去去參加一些博物館 然後公車去 他早上九點出發 比如說十點到 他就說 隨便你們去逛哪裡 下午四點我們再揮合在某一個地方 就好了 那同樣這個老師 他覺得我畫畫不錯 他給我介紹說 那畫我差不多十五歲 他說 他說 也許將來你是往藝術這方面發展比較好 那你最好是去修一門課叫做 英文叫做 從這個名字也猜不出來是什麼 Life就是生活的意思 LIFE Life Drawing OK Life 花花 所以我有去 結果我去 我那會才十五歲 真的是蠻年輕的 然後我記得我上去 就是 老實說準備好 要有紙跟筆來畫 然後進來當模特兒的 都是六十七十八十歲的老太太老 歐巴山歐吉山這種年齡 就 他上去 他本來有那個Bathrobe 對 浴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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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一坐上去 他就全部脫掉 就全部脫掉 好精采 但是因為 我覺得很難畫 因為那個線條比較多 對啊 一層一層一層都鬆 那個比較難畫 對啊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 來吧 他笑到瘋到 他瘋到 Tendra I'm picturing my great mother Don't do that 但是那個藝術老師是說 不可以畫年輕人 你要學會畫畫 不能畫年輕人 為什麼 因為老人才是有很多 線條 周八八的比較好 周八八的才那麼好 然後年輕人你不會 你屬於根本在看他 我們的目標是 要學會畫畫嘛 所以一定要畫老人家比較 對 他們可以畫沙皮狗啊 為什麼要把老人家拍畫 狗不會不動啊 因為 讓他睡 你叫他睡不行啊 讓他睡 我十五歲之前 我沒有看過一個老頭子 正圈生裸體 連他的那個 那個 那個叫小鳥 都漏光了 老鳥 對 會不會尷尬 你十五歲嘛 一個男生進來 你會 那我問你老先生 老先生 那你的毛 老了也會變白的嗎 也會 揮頭髮 揮頭髮 真的啊 揮頭髮啦 會 會吹得很低啊 好想吐喔 不是 我就看到這兩個男生 坐在那裡 可以 沒有 沒有我在想 一個男人的男生到底要走到什麼 那個地步 才會去做這個工作 幹嘛去做這個呢 沒有 他們再下去拿我 要用紀念啊 你們還年輕啊 等到你老了可以去做 那個工作只要你安靜 不要學外國那個打坐 不要很安靜 打坐就好了 擺個Pose OK 但是我要提的就是說 因為學校已經這麼無聊 壓力這麼大 那福利社又爛得要死 小孩子 怎麼去有一個出口 你懂我意思嗎 福利社至少有漂亮的姐姐 都是阿嬤 老闆娘 不然就是賣的東西 讓人家覺得有開心的感覺 可是據說美國現在的福利社是 不可以賣碳酸飲料對不對 對 健常 很多學校 因為 你可能在台灣比較沒有感覺 可是 確實你到美國 你會看 很多年輕人真的是過胖 很胖 我忘記具體那個比例是多少 會嚇到 就是這個椅子大概會 肉會溢出來的 孩子耶 對 10歲 有碳酸飲料的那些公司 就是在很多學校 它有販賣機 而且他們很有力量 因為大部分都是可樂 對 對 那些chip 在美國那些potato chips 你看很多不同的樣子 但是都是同一家公司做的 對 對 那你們的學費貴不貴 美國的學費很便宜 對 如果像我們是國立學校 從一年級到十二年級 都是免費 甚至你如果住在的地方 是你學校只有兩公里 會有免費的公車 來送 接送 接送 對 那就是含在裡面的 算服務就對了 對 還是韓國的福利社比較好 人家有賣烤魷魚 真的啊 那個商客很錯 很棒 泡菜怎麼都免費的 沒有很香 沒有因為我們福利社 基本上是吃的喝的飲料 通通都有在賣 像冬天的話 因為我們韓國是比較冷 所以一定 還有賣人生機嘛 一定有那個圍爐都在裡面 所以他們是 就是剛好我們是 福山是特產就是海產 所以就是魷魚那些都很多 所以他們就是要可以烤 就是圍爐那上面可以烤 可是這是要錢嘛 要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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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要吃嘛 你就買 可是一個下課怎麼來得及吃完 因為魷魚要咬很久 沒有中餐的時間就比較長 所以你就吃不飽 你就可以買來用牙齒用啃的 因為那時候因為我們在發育 也可以用牙齒可以訓練那個 一直啃一直啃 老鼠啊 沒有很好吃啊 那有賣辣草年糕嗎 辣草年糕現在好像有 我們那時候是沒有 現在也有 天布拉寬東煮那些都有 蜜蜜的友誼是用撞出來的 很怕她 然後說其實妳很勇敢 勇敢認中 嗯 好棒喔 妳沒有爆掉了 可是我真的是想要跑 是不是 聽老師的話 卻纏造誤會 我這樣成績單打開來 結果老師就給嘉獎的一個 一個MEMO有沒有 他就寫說 這真的是老師要的嗎 不是老師要我這樣做 你們巴拉圭的福利社賣什麼 買吃的跟喝的 又比較特別是買刺痛藥 止痛藥啊 止痛藥 對 還是別人那一種的 可以賣藥啊 可以可以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學生如果是要 舉醫科什麼還是肚子痛 就是老師跟你說去買刺痛藥啊 還是要上課啊 有的學生是騙人嘛 跟老師都頭痛了 我不能上課還是什麼 所以福利社都有自動藥 像我一個朋友也是啊 就去保健室說 我胃好痛喔 他按這裡啊 我胃好痛 真的我胃真的很痛 後來那個 當天那個死都不放他走 他說這裡不是胃子宮 你一定有問題了 你是不是子宮怎麼樣了 他就慢慢想要挪你知道嗎 慢慢想要挪 可是一個來不及 他比太下面了 胃在這裡 OK 他比這裡這樣子 我們以前的那個保健室 我國中保健室比較有趣 是一個很瘦很瘦的一個 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醫生 瘦醫 然後他都跑去那邊要找減肥 不是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為什麼叫他瘦醫是有雙重意義 就是說真的是野獸的瘦 是因為我後來發現喔 不管是你頭痛 胃痛 哪裡痛 不管你怎麼樣 永遠都是一個紅色藥丸 這是一個紅色藥丸 永遠都一樣啊 維他命 就仙丹一樣的東西 對 我們就覺得說我們好像被寵物一樣 所以我們都叫他瘦醫 Sandra 你們健康教育課 發保險套 會發保險套 學校發 學校會發 幾歲的時候幾歲 六年級我記得我記得 六年級就發保險套 可是有一個原因 因為那個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很小的女生的就開始 懷孕 懷孕 所以那個時候最大的目標就是 什麼去信任學生就是說 請客嘛 不要懷孕 不要什麼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保險套的原因就是這個 後來就是媽媽就是因為食品那麼多嘛 就是來保護自己 你叫學生不要做是不太可能嘛 因為那個年齡來了 發育他們就真的是不停 所以就是後來就是 政府就是回聽了就是說 我叫你不做沒有用 所以我們已經有一番 你知道我來 所以就是學校 全看課的時候他們就是會開放 就是會發嘛 所以全國英國六年級就發保險套 學校就會有 然後國中也有 那太早了 然後你要拿你就拿 我覺得在台灣 等一下 在台灣如果小學六年級發保險套 一定會被很多家長團體罵 小學六年級才12歲吧 可是學校的意思就是說 我再開放給你 你可以不要拿 對 可是 太小了 可是那也很小啊 所以讓他們知道就是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 我覺得還是中國的福利社好 人家就賣煙 根本不要禁煙 對不對 也不用像台灣 每次偷抽煙到被抓對不對 直接賣給他們 直接賣給他們 沒有很明目張膽啦 他是去 我們那福利社叫小賣部 他是學校承包給人家 然後人家進來經營的 然後那個老闆他也有賣煙 賣煙呢 那學校都有不良少年 然後那幾個男生呢 就是會去跟老闆 他們有講暗號賣煙 然後就跟老闆說好 老闆會把那個煙包起來給他們 他們講暗號嘛 然後錢就放好給老闆 暗號是什麼 就是煙的名字 煙 沒有 他們就是暗號是煙的名字 煙 沒有 那天就是來了一個新的教務主任 就訓導主任 然後他們都不認得 那學生也不認得 早上起來就跟老闆講說 他家親親昨天去黃鶴樓啦 還不錯 然後說我改天想去那個長白山 我家親親 我們想去長白山 然後他說上海也不錯 其實他們是要煙 煙有黃鶴樓 然後長白山 長白 然後上海 沒有長白 他的煙名就叫長白山 然後黃鶴樓 然後上海 然後呢他們幾個 就是老闆就是付完錢嘛 老闆就把那個煙包好給他們 然後呢學生就走了 那個教務主任說的 嗯我覺得黃鶴樓也不錯 然後呢老闆以為他們是一起的 他們先出去等他 然後也包了一顆長白山給他 然後那個教務主任打開 想說我覺得黃鶴樓也不錯 為什麼他給我一包東西 然後他就打開 一看裡面是煙 結果呢學生就被處罰 然後全部去教室 然後那一天就不行上課 家長來帶 然後去被罰 然後那個小賣部的老闆呢 然後也被Fair 就是以後都不承包給他別人來接這樣子 哇這事情就變大條了對不對 對 我們很多煙的名字都是用地名來取的 對 這真的還是蠻麻煩的 應該改個暗號 對 改個暗號對不對 大家要承受啊 要活得好好的啊 活得越久越好啊 騎車撞了老師變好朋友啊 我最倒楣 因為那個老師很兇 所有的學生就不喜歡他 那我就下課 那是意外 然後我們出來的時候就制服 換了一般的衣服嘛 騎腳踏車那個下坡 下坡 對啊 那個老師在前面 然後騎腳踏車很快嘛 然後突然 突然就沒有看後面轉彎 就被我轉到了 跌倒了 然後就是提到那個學生 快跑快跑快跑 就一直跟我說快跑 然後也要站起來 跑的時候那個軍事卡到那個腳踏車 卡住了 然後一站起來要跑的時候其實 軍事就破掉了 然後沒有辦法 只能跟老師說對不起 然後轉過來這樣子 大概就再提上了 然後 就這樣跟我講話 他跟我說 他說你沒有那個 煞車 煞車 來不及了 然後就很怕他 然後說 其實你很勇敢 勇敢認重 好棒 你沒有爆掉了 可是我真的是想要跑 是不是 橘子卡住了 可是這個跑也跑不掉 他看到你 因為我沒有看到我的臉 沒有看到臉 而且我沒有制服 我可以 可以跑的 他又沒有穿制服 我都受傷了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就變成好朋友 好朋友 就有學校唯一就是跟我打招呼 他自動跟我打招呼 他買東西 我們複利設計 有半個小時 可以買東西 所以我就不要在那邊排隊 那就我跟他接受 有特權就對了 你知道為什麼他給你這麼多特權嗎 他怕嚇死你把他撞死 那問一下小米為什麼叫IT教小姐 就是因為我中學一年級的時候 我就開學嘛 那個我們的老師就是 就看到我第一眼就 就點我 就說叫我起來 我就起來想說是怎麼了 那他就說 我就指定你說 以後隨校班上任何發生什麼事情 都要跟我講 跟老師講 老師一眼就知道 生賴力人啦 對不對 可是我長相比較 看起來比較沒有那麼溫柔 所以他覺得我講 告訴老師什麼 可能別的小朋友 就是同學都不會跟我跟我 對我什麼槍下之類的 然後我也是很認真的 所有的班上 你發生什麼事情 我真的都跟老師講 小事情都會跟老師講 大大小時候都會跟他講 然後老師就說 這樣子的話 我那一年給你的成績單 會加分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真的很認真去 那一年都做好了 然後呢 剛好收到成績單的時候 我就很開心 一定有加分 我這樣成績單打開來 結果老師就給 你家講的一個memo有沒有 他就寫說 反事愛禁禁計較 沒事愛打小報告 那是老師要我嗎 老師要我這樣做 對 根本沒有加分還寫說 什麼我愛 反事愛禁禁計較 沒事什麼 愛打小報告之類的 那我真的很傻眼 那我是不是太冤枉了吧 對 他可能他以為是說 我太愛 跟他什麼事情都跟他講 所以後來他感到 有點太煩了 有點壓力 可是我是真的很認真去 執行老師給他的命令 對 那你又被別的學生揍嗎 是沒有 因為我很兇 所以有時候你知道 老師 有些小孩就是把老師的order 就真的當一個命令 這個好好的去執行 可是他這種學生 別的學生一定很討厭 很討厭 什麼事都會講 對不起 然後老師忘記要考試 他也會舉手 老師你是不是忘記 我們今天要學堂卡士啊 就討厭夠了 對 要不然就是 老師你忘記 我們今天要教什麼作業嗎 真的 這種人還活著嗎 我高中的時候 我去代表我城市去比賽 然後是老師帶我去 然後我們坐貨車的時候 他人是我爸爸媽媽 所以我們坐貨車的時候 開始聊天 然後他講了一些話 我聽到了有點不爽 然後我在學校都是乖乖的學生 他沒想到他講了我家裡的事情 我火就馬上就來了 然後我就是灰嘴 他嚇到了 他沒辦法 然後他就 他真的不敢跟我講話 我畢業就 過了好像一年多 他就 他真的不敢跟我講話 因為上課的時候 他連看我都不敢看 我畢業以後 他跟我道歉 過了一年多的時間 才給我道歉 我上大學以後 他們 他講了什麼 讓你不高興 他講了我有些家裡的事情 我自己講的 我自己講的 我想講的好不好 對啊 他因為我不知道 然後他真的因為 因為他以為 我學校裡面都很乖 所以他以為 他講的我就 嗯 對 嗯 老師說了對 嗯 對 就這樣子 他以為我在外面 也會 乖乖的 然後他好像沒想到 我個心思比較 保護我家裡 保護我自己 高中清楚模樣 手度曝光 我媽都說我瘋了 上這個節目抽瘋了 每次拿最醜的照片 啊 好可愛啊 誰小的時候 沒有一兩張草照片 可是我不會拿出來啊 是嗎 要不要拿出來給全國看 你給朋友開一看就好了嗎 你放在家裡 老師被我們節目支持 對啊 好 問問一下海言 聽說你因為口音的問題 有被欺負啊 呃 不是我被欺負 是那個教官 是我們軍訓的時候 那個教官是農村的 然後他來給我們軍訓 就是很嚴厲 做什麼動作都一板一眼 踢正步就像 現在那個北京十一 那踢正步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有口音 然後我們就會 鬥他一下 他說爆樹 就是一二三四這樣爆樹嘛 我們就全部 全班同學去爆那棵大樹 他就很氣喔 我們就全部去爆樹 每次這樣惡整他 然後他就很氣 然後就是 可是他私底下還好 他口音有多重 就講得像方言那樣 他說一二一 一二一 然後呢 反正講得很怪 我都已經記不太清 反正就很怪 然後我們就惡整他 然後有的時候呢 就是那個有一次 就是一個學校的 家長會的委員 就他來學校 其實他也不是像什麼 沒有水準我們覺得 然後他就經過我們班 因為我們全部都在 又有休息 我們全部在打打鬧鬧這樣子 然後那個說 哎呦 你們這樣子還能上好課 都帶著扯獨子 能上好什麼課 扯獨子是什麼 扯獨子 扯獨子就是我們一句方言 其實不是說很好聽 就是說 你們在這邊亂七八糟的 講一些有的沒的 這還能上好課嗎 怎麼像老師 老師還在看你們 還可以這樣子 就在罵人這樣 就在罵我們 當時我們都想說 這是不是幫老師講話 那老師會很開心 說說出我們的心聲 幫他講話這樣子 可能老師說 你憑什麼這樣講 我們的學生這樣子 說你這個字眼 用在我們的學生身上 是不是會太嚴厲 然後就跟那個家長槓起來 然後我們就覺得 這個老師好好喔 然後就 支持他們 對 然後就是那一年 我們的軍訓 我們有那個演 就是有表演嘛 我們班拿第一名 然後最後是老師家裡的問題 我有張老師的照片 老師家裡的問題 他沒有辦法教我們 然後他就走掉了 他就回家了 然後呢 我們就哭成一團 然後幫他慶祝 然後每個人都有送他東西 他每年都會回來看我們 那小教官 那個是你喔 我媽都說我瘋了 上這個節目抽瘋了 每次拿最醜的照片 好可愛啊 這是你嗎 不是 中學的時候 中學的時候嘛 中學的時候 有點嬰兒凡 所以一開始是排斥這個老師 後來發現老師 是真心的護著你們 對 對不對 OK 好可愛啊 還蠻可愛的 謝謝 謝謝 太好了 誰小時候沒有一兩張醜照片 可是我會拿出來啊 是嗎 你都會拿出來給全國看 你給朋友看一看就好了嗎 你都在家裡 老師對我們節目支持 對啊 OK 還放大呢 八成十個 那我們知道 滑雪課為什麼會搞烏龍 那個老師用就是禿頭的 然後 他衝著你 對 他講什麼 不好意思 沒有耶 我只感覺忘記你在看我耶 他一講禿頭 你就一個人這樣轉過來看我 因為 就是真的很禿 然後一生氣 整個那個 都是紅的 然後 然後我們就叫他那個 Tako先生 就是那個 張宇老師 張宇老師 張宇老師這樣子 然後因為在 在那個 學校裡面的時候 他 因為他是那個 等於說像那個 我們叫教頭啦 就主任的那一種 就比較 比較嚴格的 然後就 那老師就是說 今天我負責來就是教你們滑雪 然後大家要注意 因為滑雪跟滑雪板不一樣 然後我們那個 因為都不知道誰是誰啊 只是有這個 就是前面有個Number 5號 Number的 後面一個5號 就證明就是我們學校的一個團隊 大家都是有號碼的 對 老師用號碼講的 然後就是老師就在那邊解釋 我覺得現在好煩 因為只是滑雪 讓我們下去就好了 好你就走吧 注意人啊 注意這個啊 注意那個 我說老師實在太煩了 他說好 5號你等我去先下 這樣滑雪 衛冕太糗了吧 他工作上 有那個廣播的聲音 上面有那個5號 那個山上的衝下來 大家請注意 知道了嗎 5號是決定性錯誤 大家要學好 千萬不要這樣 我們上去 因為在這上面 很快 快到不行 然後就聽到光多拉 有那個廣播的聲音 上面有那個 5號從那個山上的衝下來 大家請注意 5號衝下來 會讓開 大家避開 大家避開 在我前面 你知道又有一個小學的老師 你看著小學 帶著一群小學生 就像那個鴨子啊 帶那個小孩一樣 對 過馬路 超可愛的 QQQ 又這樣子轉 你那天撞傷了幾個 你說吧 你看我過來 老實惠那個 天啊 不過他們 因為小孩子 他們都很會滑 很會滑 很會滑 他們就QQQQ 就覺得好像是 超級到 超級到 整個給了整個 人籤的錯誤 你後來怎麼停下來呢 因為到底了 就平了 哦 然後拿一個很大的 麥克風 就是那一種喇叭 是在那邊 就跟大家講 知道了嗎 5號是決定性錯誤 大家要學好 千萬不要這樣 OK 好 謝謝您的收看 那麼 有沒有讓你回憶起 這個學生時代的事情呢 那該道歉的去道歉 好 該說感謝的去感謝 好不好 祝您晚安 拜拜 謝謝 謝謝 快來幫我們按讚 加訂閱 拜託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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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